好 我今天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叫黃傑 然後就叫我Jag就好了 然後我是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碩士一年級 好 那你們知道台科大在哪裡嗎? 在新車場路? 台灣 在哪裡? 其實大家都以為是在那個三窗那邊 在那個 在那個 對 沒錯 那其實台科是在機動路那邊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 下一題 對 我要自己按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個 我很喜歡自己做東西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支 很喜歡自己做東西 可是沒有錢 所以我跑去實習一個人 這樣講得很淺的吧 我等一下就講下去 那麼製造者就叫Maker 然後我在 我為什麼會去實習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去看一部電影 然後這電影就是一個 又酷又有錢的Maker 這個人叫Tony Stock 所以我看的就是一個鋼鐵人的故事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想說 他應該是因為很聰明 所以他可以做那麼多東西 然後我慢慢發現說 其實他又要很有錢 因為做鋼鐵人其實超級貴的 然後我因為看了鋼鐵人 我覺得做這東西好像不錯 所以我大學就選擇機械系 今天又一部電影 然後我在大學 我就跟我的朋友組隊去參加一個機械人比賽 那機械比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做出一個瓦力出來 瓦力其實就是一個鋼鐵車 然後還有眼睛 他可以測距就是說 前面有障礙 我就閃邊去 那輪池就往左轉 往右轉 那你們可能會看到說 這個瓦力是不是少了什麼東西 跟著電影一樣 就少了兩個手臂 不是一個手臂 那我後來發現說 我在大學學到的東西 開始慢慢不夠 因為做手臂啊 或者是說 我要再更改造這個東西 其實需要更多的技術 還有 需要更多的錢 所以我就會實習了 因為實習可以 所以我因為需要技術 然後我就是需要錢 所以我就跑去實習了 那麼實習我實習了好幾家公司 遇到很多各種莫名其妙 也不是這麼莫名其妙 很奇怪的面試 你幫我按好了 好 等我一下 下一題 欸 你看 旁邊我按到了 什麼意思 想要等我一下 好 那我在實習有 有去了 這三家公司 那你們可以看看這幾家公司 這幾家公司是什麼 第一家是台積電 對 然後台積電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他面試規模最大 因為你們就知道台積電在台灣 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他在煮柯油 那二十個工廠 那每一個工廠 差不多跟大安運動中心一樣大 至少跟運動中心一樣大 那麼我就一大早 就是從場A去做英文檢定 然後再到場B去做部門主管的面試 然後再到場C去做人質主管的面試 最後還做了一個心製測驗 他們可能怕說真道是瘋子實習生之類的 所以我就做了心製測驗 一整天就這樣沒了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讓我學習到就是說 咦 我從面試實習我可以知道說 以後找工作 我會需要去準備什麼樣的面試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說心態等等 那麼第二家我去西門子 對 沒錯 西門子它有兩個階段 當然是每一年不一樣 不過我那一年就是 你們可能都幫人家投過票 這是第一個階段 它是你的臉書 你要請朋友幫你按讚 然後每天按 然後一週下來 你看說他會選 差不多十個最多的人然後去面試 十個最多人幫你按讚的去面試 你們可能有被拉過票 所以那一週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就是你要一直在臉書那邊去拉票 或者是說你要拍一些影片去宣傳你自己 那麼第二階段是一個多對多的面試 什麼叫多對多 就是多個面試官跟多個面試者 去做交叉質詢 交叉面試 對 那麼這個西門子我覺得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宣傳自己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那麼 哇 很好看的 那 就是說經過這個面試我覺得很酷 那第三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是 上銀機械 就比較是 主於機械本科的企業 那麼 他就沒有前面這兩個公司 這麼 這麼 這麼複雜 那麼恐怖 他很像那個 你們看過獵人嗎 就是 小潔在做那個水線試驗能力測驗這樣 他擺兩個 他擺兩個碗 那第一個碗裡面有很多鋼豬 因為上銀就是做鋼豬了 那擺一個碗是 鋼豬一個碗是空的 然後你要在一分鐘內 用筷子看你能夾幾顆鋼豬 到另外一碗上面去 那 你以為很好夾 其實超級難夾 因為鋼豬做得很滑 因為他們就是剛出來越滑越好 所以做一個這樣的測驗 然後這就指甲刺客 那 就是你可以從這個面試裡面去看出他想要的 也可以看出他想要的是什麼人 那其實上銀他們要就是 技術員、裝配員 所以才會去做一個 考驗你技術的一個測試 對 那我最後就選了一個 我最有興趣的部門 因為我剛說我很喜歡自己做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看雷花科的實驗室部門 發現他們有一個實驗室 然後實驗室裡面全部都是 哇 就是很像來到的天堂一樣 就是各種工具啊 材料讓我們用這樣 有點像那個小當家在做那個 誒 什麼廚師考試一樣進去 全部都是食材那種感覺 那麼這個實驗室部門是在做什麼 我先講雷花科技好了 雷花科技在做什麼 他其實在做那個手機的晶片 對手機的通訊晶片 然後手機 你們可以知道3G、2G、4G 2G、1M、3G 然後藍牙晶片 然後上網晶片等等 那麼這個部門在幹嘛 就是說 與其你跟別人講說 誒 你要不要買這個晶片 人家拿懂這個晶片的規格是什麼 那與其直接賣晶片 我們就去做了一些產品去行銷 所以其實這個實驗室部門 是一個行銷部門 而不是一個工業部門 那麼譬如說我們就會做出一支手機 然後跟他講說 誒這手機的能力很好 因為他的晶片很好 所以我們其實是做產品去賣裡面的東西 這一部門 所以 這是我們的LOGO 下一邊 那好 我現在來講講實機過程好了 謝謝 就是我的職稱是一個 我是一個運用工程師 那什麼是 然後我做的是開發板 那什麼是開發板 我剛剛不是有做一個瓦利嗎 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機器人 就是 你會看到花花燈啊 花花什麼 只要是電器 都會需要一個大碼 這大碼其實就會做運算 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個手機是用 我這個瓦利是用手機操控的 那其實是他接收了一些手機的資訊 然後去判斷說 我的車子要往左左還是我右走 所以就是一個處理的單元 那麼 現在很夯的就是一個Arduino辦公 剛剛跟一個人聊天 然後 有幾個人有聽過Arduino這個字 可以舉下手嗎 其實 三個 其實 四個 其實 對 現在這個Arduino已經越來越 越來越風行 因為 像我們這種一般人 其實難度已經降低很多很多 那聯發科有一個叫Arduino 那他的特色就是 他有具備很多通訊的功能 比如說 像這個板子 他其實就是一個手機了 他可以上網 他可以 傳簡訊 他可以通話 那我們在做的就是 一開始 就是一個開發板的生命過程 就是一個 先是軟硬體開發嘛 然後我們會做出一些 樣品出來 然後樣品出來以後 我們會做測試 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通訊的Arduino 所以測試 其實 非常的 因地區而異 我們其實東西不一定賣在台灣 如果我們今天跑去日本 也要講Walk 所以其實有很多測試 那麼 其實測試完以後就開始 販售 大量販售 那麼 我們的 我現在是做的就是 做了很多展示品出來 比如說賽格威啦 也好 比如說瓦利也好 就是去讓大家看說 這個東西 然後搭配這個Arduino 好像還不錯 這樣子 那好險 所以 我就是 我是去年暑假去 我是去年暑假應徵暑假實習生 那就是7、8月 那我8月就跑到 深圳去出差 就是 為什麼去深圳呢 因為深圳 大家可能說 一些電子零件 然後就說 是大陸製的 可是到底是大陸哪裡製的 其實大家就是統稱大陸製的 可是其實 大陸的深圳 就是比較南邊 這邊 是幾乎所有電子零件 都會從那邊出來 沒錯 那我們就是 基本上就去 我是去見食啦 那我老闆其實是去監工的 因為 東西是在那邊做 然後在台灣販售 那麼 在7、8月去出差以後 然後到10月就開始賣 然後11月 我們就做出了一些展示品出來 像是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插座的控制器 比如說 舉我媽為例好了 我媽有時候她開始 她在那裡忘了一些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們去跑步的時候 然後就忘記說 欸 家裡我要四個關 再來我們就忘了關 然後她也想不起來說 到底是有關還是沒有關 所以這時候 其實用這個東西就可以說 用手機、通訊 我剛剛說過這個也是一個手機 所以我這手機寄封簡訊說 瓦斯爐關掉 那其實事情就結束了 就不用再跑回去啊 或者說請鄰居來關 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物聯網 這也算是一個物聯網的概念 下一個 那麼 這是前面講的時候 我比較前期在做的 然後2月的時候 我的老闆就 佛老闆就跟我講說 欸 黃姐 你不是機械系的嗎 他說對啊 那你就做一個賽格威吧 然後那時候心裡想說 賽格威其實有點麻煩 可是我老闆其實還蠻厲害的 然後想說 對你來說應該很簡單吧 然後我就沒有台階下 我說好吧 那我就做 所以 我跟這個同事就 一起做了一個 自己做了一個賽格威 然後當然用的是 蓮花科的晶片來做 那麼 其實賽格威 可能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看起來可能覺得很容易 那麼 可是其實 很容易又不容易 為什麼呢 就是包含說你的 整個機構 你在做這個東西 其實 我們平常做一些東西 就是擺著 可是沒有東西放在上面壓著 可是賽格威今天是一個整個人 在上面壓著 所以 常常會發生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的 你的機構 不夠強壯 不夠強壯 或者說你的電力 也有一些問題 那麼 我接下來秀一個影片 那我這邊做一個工商 廣告時間 就是 如果你對自己做東西 有一些興趣 或者說你對賽格威有興趣的話 就是 我們這種人叫做製造者 就是Maker 然後Maker在台灣有一個最大的展 是5月 5月30到31號 然後在華山那邊會有 一個非常深大的展覽 那 如果你對賽格威有興趣 可以來蓮花科的單位 我會在那邊 應該 對 那是我們實驗的一個過程 你們可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人 可以再過一次嗎 可以 反正只有8秒 對 等一下 就直接 我現在腳上就來衝過一個 對 我為了方便是直接把全部的控制元件 全部放在那個 上面那個架子上面 對 你要再一次嗎 不用 對 兩次 摔兩次應該慘了 那麼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為什麼會掉下來 因為 其實我是用螺絲去鎖 可是螺絲 你這樣看 平常螺絲鎖起來 你沒有一個人 站在上面壓著他 那今天 有上面 有人在那邊 蹦蹦跳跳 他自然就會掉下來 那其實都會 你 你從這個 你從這實習的經驗 就可以去發掘出很多 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是我實習的 一大原因之一 下面 那麼 其實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不是工程 所以還好 我準備這一頁 就是說 工程我還把它應用到了一些生活上面 因為 像是最近 也是很流行 就是3D 除了3D地板以外 雷射切雕刻也這樣的流行 那麼 為什麼很流行 因為就是適合我們這些 手比較笨的人 我平常 其實我之前就有在做一些皮包啊 皮件之類的東西 可是 自己做自己切割其實 蠻累人的 而且也蠻考驗技術的 所以 雷射切雕刻就是 你把皮放在上面 然後就直接讓雷射自己切完 那其實蠻方便的 那 他材料各式各類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呃 台北有很多工作坊 就是Fab Lab 可以去看看 這樣 下一頁 那 好 回到正題 就是說 我覺得 實習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這樣 下一頁 就是 第一個 開過室也聽起來很老套 其實真的很老套 可是 也是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們可以知道學校 學的東西是不是實用 因為 學校有時候教的很無聊 那你不知道 到底怎麼會用 這樣子 那麼 第二個是可以認識更多的 對 的強者 沒錯 就像 雷射切雕刻也是 我從外面認識 好 下一頁 第二個 當然是因為 就是 有錢 對 那 聽起來很敷衍 其實 聽起來有點事快 可是 因為 你在培養自己的興趣 或者說你的專業的時候 有時候會是會需要一些錢的 那麼 尤其是製造者 比如說你做一個錢包 可是錢包不會第一次做就做好 你會做很多的才好 那 這時候就會需要 資金的支出 這樣 下一頁 那麼 還有 台北的年華科在內湖那邊 然後我住永和 所以我每週去兩次 每次都要這樣子 橫跨整個大台北 然後 其實那樣的時間 非常的緊迫 然後我又是 我是學生 所以 基本上是有一點 一個蠟燭兩頭燒的感覺 下一頁 所以 我覺得 這段過程裡面 就是 你的時間的管理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就很果斷把電動元力刪掉 早就刪掉了 對 那麼 你可以去訓練一下 你承受壓力的能力 尤其是那種 提中考來 然後 你要做賽格威那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無味達成 所以 最後最後 下一頁 所以我讓大家就是 來一個 不要讓自己後悔很無聊的暑假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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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